Hello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IonFX网络讲座 那今天我们就看一下的是 常见的交易错误和交易计划书 为什么说常见的交易错误 我们拿出来讲呢 其实给大家一个宗旨吧 就是你少犯交易错误 那自然而然你的获利的可能性 就会增加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对吧 然后介绍完常见的交易错误之后 跟大家分享一下交易计划书 为什么我们需要交易计划书 我的名字叫孙浩 我来自新西兰号投资公司 开始之前 同样是一个免责声明 主要跟大家说的是 在金融市场当中进行投资 是具有高风险的 有可能会产生亏损 在讲座当中 所有的信息仅为集体性的服务信息 也并不是任何的买卖建议 在讲座当中 也没有考虑到 考虑到在座各位的财务状况 财务需求 财务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在讲座当中 所涉及到的所有产品 仅为解释说明和交易的用途 好 今天简单的一些 讲座内容都有哪些呢 第一个 八个常见交易错误都有哪些 大家不是说对号入座吧 如果有的话呢 当然呢就注意一下 要改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呢 先打个预防针 因为有可能你在未来交易当中会遇到 第二部分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 专业交易员呢 都是如何管理风险的 包括他们的商业计划书是怎么样的 当然最后呢 还会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个技术交易策略 因为八个错误当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你没有策略 那这个策略怎么样的 让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好 首先八个常见的交易错误都有哪些呢 第一个 很多朋友刚开始交易的时候呢 都只专注的所谓图表的形态 而不是趋势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图表的形态的话 好像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什么尖头尖啊 三顶啊 双顶啊 之类的 那这些图表形态呢 不是说他没有用 但是呢 如果你只只关注他的名字 和他的表面的意义 而不过去关注他内在的买家跟卖家的传统的角力的过程 那你这样的话就等于有点本目倒置了 就等于只摸到皮毛而已 因为在做交易当中的话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判断买家和卖家 谁在控制市场 对吧 当买家在控制市场 那就是上升趋势会出现 卖家在控制市场 那就是下降趋势在出现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就更应该专注了 就是判断买家跟卖家谁的力量更强一些 而这些所谓的图表形态呢 其实都可以总结出来趋势 因为在图表当中 无非就三种趋势 有些朋友说不是两种吗 不是三种啊 上升趋势 下降趋势 还有没有趋势 那这些趋势定义呢 我们也会有专门的讲座当中 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所以大家还要继续关注我们 IonFX的讲座内容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说我们要关注的是趋势 不是趋势的 而不是图表的形态 那趋势怎么样的呢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 我们就拿一个现在的 图表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大家看到这是一个 随便拿到这个 刚好是一个香港恒生指数 那大家说现在是个什么趋势呢 上升趋势啊 对吧 因为上升趋势的话 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 上升的高点上升的低点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高点 这是一个低点 这是一个高点 这是一个低点 这是一个高点 这是一个低点 对吧 我们看到高点都在往上走 低点也在往上走 所以这是什么 上升趋势 所以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判断 而不是看什么双顶 双三顶之类的东西 好吧 今天就不展开讲了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展开讲这个 这是第一个常见的错误 只看形态 不看趋势不行的啊 第二个呢 就是没有交易策略 那你会等会还会展开讲 为什么说到一个常见的交易策略物呢 因为很多人做交易好 做投资好 他都是 道听途说 为什么这么说 就听 今天这个朋友说 ABC这个股票不错 赶紧去买 明天新闻报道说 好像中东打起来了 赶紧去买石油 对吧 全部都是 所谓的小道消息 所谓的自己的感觉 去做交易 如果有这么简单的话 所有人都去做交易就得了 不用去工作了 对吧 交易是一个 你说的是最容易的一个职业 但是也是最难的一个职业 最容易是意思 就是他 你只需要一个电脑 能上网就可以做 最难的职业 就是你是跟全世界最厉害的人 在互联网上去进行竞争 看谁更聪明 谁更厉害 那那些大机构 大基金 他们那么多专业人士 都是吃素的吗 对吧 你凭你一个听回来的 所谓的小道消息 你就能挣大钱 那还要华尔街 交易交易员干嘛 对吧 所有的成功的交易员 都有自己一套成功 自己的一套交易的方式 不管你是从基本面 还是技术面 来进行交易 你都得有一套方式 去进行交易 要不然的话 那跟去赌场赌博 没什么区别 所以你现在还没有交易策略的话呢 要至少学一个了 策略其实也不用多 只要有一到两个 能使你实现持续稳定盈利 就可以了 那这个 这个策略的话呢 我们今天在最后会给他介绍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往下听 第二个没有一个策略是不行的 第三个常见错的步就是 不设止损 不设止盈 不设止盈还好 不设止损的是最大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设止损的话呢 就会掉死在一棵树上 对吧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 不愿意设止损呢 就是不肯认错嘛 不觉得自己会错嘛 对吧 因为为什么那么多人 不想认错呢 其实也是源于我们的社会性 人类的社会性 人是尽量要避免痛苦的 我们自身的保护知识 也是要保护我们尽量避开痛苦 对吧 所以说你止损的话 会带来心理上的 或生理上的一个痛苦的感觉 所以是不好受的 所以谁都不希望有这种痛苦的感觉 那所以那就不止损了 对吧 你止损了就亏了 亏了就痛 所以就不止损 就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痛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总觉得市场总会回来的 对吧 我10块钱买的 现在跌到8个钱 没问题啊 他总会到10块钱的 万一他不回来呢 万一这家公司破产呢 是吗 98年金融危机雷曼兄弟那么大 全球这么大的一个投资银行都倒了 同样也是98年 98年雷曼兄弟是08年 98年99年是 美国的一个量化基金 量叫叫什么 长期long term capital 长期资本投资吧 是那家公司忘了全称叫什么 两个经济 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家开的 怎么样 一样爆仓 一样破掉 对吧 是吗 不设止损 就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你不要设止损呢 刚才说了 基本原因 根本原因就是你不愿意承认 不愿意面对疼痛 但是呢 做交易的话呢 并不是说 呃 你不设止损 你就能够挣钱 相反你不设止损 不挣不了钱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做交易是用钱了挣钱的游戏 那你首先要保护你的本金嘛 至少你还有钱可以玩这个游戏吧 如果你都没有钱了 你还说什么挣钱呢 对吧 所以这个是需要 需要大家要引起注意的 止损方式有很多了 对吧 那已经 我们以前也有专门讲座讲过 以后也会再再再继续 重新分析给大家讲 如果大家没听过的话 啊 所以止损不是不行啊 一定要是 两个交易员 一个懂止损 不懂技术分析 一个非常懂技术分析 但是不懂 设止损 你说哪个交易员更容易成功 当然是第一个了 因为他能保证至少还有钱 让他去学习技术分析 第二个的话 你懂一堆技术分析 你不懂的止损 你一个交易错了方仓位特别大 直接爆仓了没了 那你说什么挣钱对吧 止盈 你不是止盈的话 问题没有指数那么大 但是也有问题 怎么说呢 因为止盈的话 因为不是每一个交易都是 能够有大行情的 英文叫homerun 并不是每个产品 每个交易都是要有homerun的 那有些时候呢 就是要取小利润 好像最近这一两天不服就相对小一些 那就是要取小利润 对吧 所以并不是说所有交易一进场 就肯定假装跌到地板 不是 所以你要根据市场的环境 市场的情况来决定你这个交易 是应该是取值取利润呢 还是不取利润 取利润是利润风险风险收入比 是1比1呢 1比2呢 还是1比3呢 对吧 这个你自己都要去去决定 但是呢 一定要有计划 我们等会讲到 好吧 这是第三个常见交易策略 常见的错误 就是没有指引 也没有止损 第四个常见交易策略的错误呢 就是寻找所谓的万能交易策略 英文叫做holy grail 他们有很多人总觉得呢 有一个策略呢 可能让他在任何时间 任何时间段 任何产品都可以挣钱 但是这种所谓的万能交易策略 是不存在的 原因是什么呢 所有的策略 不管你是策略 是什么样的策略 他总有自己适合的交易的环境 好像盘整区间的策略 就适用于盘整区间的交易 策略 趋势交易的策略 就适用于有行情的这些市场 没有一个策略说我既能交易盘整 又能交易趋势 没有 即使有 那趋势也分小趋势 大趋势 行情 行情 正当区间也分小区间 还有是大区间 那你一个策略 能把所有东西都通吃了 不可能的 对吧 但是很多人呢 总是这样说 嗯 总是希望这里去找 那今天学了一个趋势交易策略 我就执行了两天 两四三次 亏钱的 这策略不行了 不能做 但他也没有去看 这两三次交易 刚好交易是一个盘整 正在盘整的一个产品 那当然是不能让钱了 对吧 然后就又下去又学一个 两三次之后又不行 学也学 学一直在学 不停的学 那最终还走不出那个亏损的怪圈 原因就是他没有完完全弄懂一个交易策略 其实交易策略不用太特别多 两到三个三到四个就可以了 让你能够实现持续稳定的盈利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万能交易策略的话 不存在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投资的策略的组合在里面 有交易盘整区间的交易策略 有交易趋势的交易策略 那你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实现更加平滑的一个资金曲线 好吧 这就是第四个寻找所谓的万能交易策略 记住了 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第五个 交易的错误 就是认为交易 就是寻找盈利的交易 这个乍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对吧 交易 那我想这么简单 就是找盈利的交易的盈利的交易出来 对吧 好像没有问题 但是你想想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下这个单是盈利的单子呢 对吧 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 我们只知道的就是我现在下这个单 如果我正确按照我的交易策略进行 我有多少的概率 这个是一个盈利的交易 有多少概率是一个亏损的交易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下一个交易 是不是一个盈利的交易 如果我知道我这个交易肯定100%盈利的话 那我有多少钱我就放多少钱进去 对吧 有100%肯定的东西的话 为什么你不把钱全部投进去 没有 关键就是没有 市场永远是对的 市场怎么走 我们永远不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就是要考虑用概率的思维 做交易并不是寻找盈利交易 而是交易高概率的一些交易 也就是说假设我这个交易策略 假设他平均胜率是70% 也就是说1000次交易他有700次他是挣钱的 有300次他是亏损的 这个问题不大 对吧 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下一次肯定是盈利 或者下两次肯定是盈利 我们只知道是一个大的样板 未来的1000次当中 对吧 或者是更简单一个例子 就是抛硬币 那 我们都知道抛硬币 正面反面 概率是5050 对吧 那你抛1万次 那大致就是5000次正面 5000次是反面 但你知道下一次抛肯定是正面吗 还是下两次抛肯定是正面吗 不能的吗 因为每一次都是独立的随机的事件 你这一次是正面 跟下一次是不是正面 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联系 每一次都是独立的 所以交易当中也是一样 你不要想着 我上一次交易挣钱了 我下一次交易可能也挣钱 不是的 所以这也就是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思维 就是要概率的思维 好吧 第六个常见交易错误 就是只专注于一个市场 而且过度交易这个市场 怎么意思呢 就是经常有些朋友说 我住在澳洲 我比较了解澳洲经济 那我就交易澳币对美金就可以了 那有这么简单吗 那我就问你对澳洲经济的理解 是比澳洲央行行长更厉害呢 还是比澳洲财政部部长更厉害呢 还是比澳洲的一些大基金的经理更厉害呢 对吧 那好即使你真的跟他们一样厉害 假设你比跟央行行长 澳洲财政一样厉害 但是他们也会 有看走眼的时候 对吧 你就看好像之前 现在是开始降息 那么加息刚开始的时候 还记得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通胀刚开始的时候 他说什么吗 我们的通胀只是暂时性的 不会带来大太大的问题 对吧 还记得吗 以前他说过的 然后后来就发现不对劲了 才疯狂的加息 对吧 那像强如美联储主席了 最牛的一个央行的行长了 他也是会有看走眼的时候吗 对吧 那所以说 你光盯着一个市场来说 你觉得自己对他来理解 你真的吗 你真的很理解吗 不会的 对吧 那万一这你交易这个市场 好像奥币对美金 那长时间这一两个一两三个月 都没有没有任何方向性 而且即使你是震荡区间 他区间也特别窄 那你怎么做 我就问你怎么做 因为做交易当中呢 其实我最关键 我还是建议大家 就是一个投资组合 要把自己的一个眼光拓展 多看一下产品 多看一些产品 当产品的这些 你交易产品多了 然后你风险分散了 那自然而然你的获利的可能性就更加大一些 然后你实现平滑的资金曲线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而担就一个市场 而且过度去交易呢 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就第二 刚才所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过度交易 因为不是你的交易策略吧 并不是说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都有交易策略 有时候连续几天 三天四天五天 他市场的环境都不符合你的交易条件 那你怎么办 强心就交易吗 人总会这样 我三天四天没做交易了 今天一定要做一下 做一下挣点钱 那最终结果就是亏损了 对吧 所以只专注一个市场 并且过度交易就会带来这个问题 不要啊 千万不要 这是第六个常见错误 第七一个常见错误 就是缺少情绪控制和记录性 情绪控制很好理解吧 大家回去看一下自己交易记录 你亏损最大那次 是不是总想报复市场那一次 哎呀 今天我年次亏两次 不行 第三次交易 我一定要把今天亏的全挣回来 你会怎么做 加的仓位 对吧 加的仓位 然后呢 还是错 错之后再加 你就变赌博的心理了 最后就光光光 两三次爆仓 没了 对吧 那纪律性是什么呢 就是你得约束自己 今天我亏了多少 我就不再做了 这个星期亏了多少 我就不再做了 但是纪律性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这么难呢 就是在交易当中呢 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你买多少 卖多少 买什么产品 卖什么产品 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买 一定要卖 对吧 没有人拿枪指着你头 头说你一定要买 一定要卖 所以在这个交易的世界当中 你是完全自由的 你爱干嘛干嘛 没有人管你 但是呢 我们人是 从来没有 没有接触过 这样的一个自由的世界的 这种没有约束的世界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 为什么这么说呢 自从你从 从娘胎出来 baby的时候 父母已经告诉你 这个不能碰 那个危险 这里不能去 那里不能去 就一系列小小条条框 从什么小的时候 就给我们架设上 在我们社会当中 更加了 交通规则 对吧 各种各样的规则 你必须要遵守 那 人又向往自由 对吧 在现实当中拿不到自由 那我们在交易当中 完全可以 你爱干嘛干嘛 对吧 市场也不管你 挣钱是你是 亏钱也是你是 所以这份难得来的自由呢 很多人又不愿意放弃 不愿意放弃这份自由 所以呢 就没有给对子自己有任何的约束 没有约束 那就 那就最终就是什么 贵钱了 对吧 那即使有约束写了下来 不值钱 又是一个问题 那写什么呢 交易计划书 我跟我讲 所以第七个 常见错误就是 没有纪律性和情绪控制 第八个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没有风险管理 其实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风险管理是交易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交易员的首要任务呢 并不是想怎么亏 什么怎么挣钱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 可能说觉得做交易投资 我不是我的任务不就是先去想怎么挣钱吗 错啊 你做交易当中首要的任务是先保证怎么不亏钱 或者少亏 因为不完全统计啊 百分之八十啊 百分之九十的交易等投资者呢 都是亏钱的 就百分之十是不亏钱的 所以你只要做到不亏钱 已经比百分之九十的人厉害了 然后在这百分之十以内的话 还有百分之五是挣钱的 所以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大家就知道了吗 为什么要管理风险 就是你要保证 你一样还有钱去玩这个游戏 怎么最近的风险管理计划 我们等我马上讲好吧 这个就是八个重要的一个交易的错误 所以大家看一下自己有没有 有的话就改 那你的盈利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 好 然后刚才刚才说了 风险管理计划书 那专业教育员 他们是如何管理风险的呢 一个 刚才说了 风险管理资金管理是生存的关键 交易 尤其是出学的朋友 不是挣钱 生存下来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环 只要你能够 能够 在这个交易这个行当当中生存下来 你就有机会实现持续稳定的盈利 要不然的话 一年两年两下就爆掉了 爆掉了没钱了没完了没得完了 对吧 所以风险和资金管理是生存的关键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情绪控制 他就说情绪控制 非常非常重要 你控制不了自己情绪呢 就别做 或者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人 你说完全控制像一个机器一样 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的话 先进的人工智能交易技术呢 可以帮到我们去 执行你的意图 要不受情绪影响 以后我们专门有机会 会专门给大家讲这个 量化交易技术 然后正面的交易心理引导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留一个正确的期望 或者说你应该是用一个 概率的思维去理解交易和投资 这个事情 因为做交易刚才说了 我们不知道下未来结果是一个正面的 还是一个 或者说一个盈利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结果 我们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的就是 如果我能够正确执行我的交易策略的话 我长期以来会实现持续稳定盈利的可能性会更大 所以情绪控制和教育员心理引导 是一个成功教育员之中的一环 第三点呢 就是把交易看作一门生意 交易不是赌博 交易不是嗜好 你要把交易做成功 你就把它看作一门生意 一样 你像成功的商人 有哪个说是当自己当作一个业余爱好 怎么来做的呢 不可能对吧 所以你要把生意看作一门生意 那你就好好计划 你怎么把这个门生意做下去 所以说 教育员你的这门生意 这怎么把你的生意做成 一个交易员的商业计划书呢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从来没有交易计划书的话 我建议大家回去写一写 你至少给自己一个清晰路径 你到底要从交易当中实现什么 一般包括几大内容呢 教育的商业计划书 做做做生意嘛 第一当然是最大化你的利润 对吧 最大化你的利润 我们就先看 首先你得有策略吧 你怎么利润最大化 销售有销售的策略对吧 交易也有点交易的策略 管理超市也有管理超市的一个策略 户外营销有户外营销的策略 这个就是能够使你对于市场来说 有一个能够实现稳定盈利的一个策略 出来 那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策略优势 好像都能突破策略 我们等会就给大家介绍 第二个就是 减少风险对吧 大家刚才已经稍微提到过了 什么时候取利润要考虑好 什么时候止损也要考虑好 这样你得把它写下来 你一周我今天我准备我的亏损 我的准备我可以接手的最大亏损金额 最大的风险百分比是多少对吧 就有考虑 第二大部分内容呢 就是你商业计划出当中就是你的成本吗 对吧做生意吗 肯定是成本 怎么要减少你的成本呢 就是亏损 亏损的话不可避免在交易当中 谁都会亏损包括巴菲特 他时不时就会出来公布说啊 那哪个股票他卖了会亏损多少钱 你把亏损看作交易的成本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成本是不可被避免的 就是亏损不可能完全避免 但是我们尽量去减小 那怎么做呢 怎么减小你的亏损呢 首先建议呢就是你的交易风险呢 不要超过你交易本金的1% 就是你如果你有1万块钱的本金的话呢 呃你的 风险不要超过本金1%就是1000块钱 对吧 不要超过1000块钱 哦 1万不是1000 1万的1%是100 就如果这个交易做错了 被打掉止损呢 你亏损不要超过100块钱 其实专业交易员的话呢 更低一般是0.305左右 很少到1的 所以控制好你交易的风险 那你每次亏损1% 那基本要连续亏100次 你才可能把你的账号给清空 那连续亏损100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对吧 等于你连续盈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连续亏损每次都亏 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最关键呢 就是你得保证每一次的亏损是一致的 这个是最关键的 你不能说今天我心情好 我刚刚挣了两笔 我再开开个大一点仓位 今天心情不好 亏了一点 我把仓位弄小 那不行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你还是刚才那句话 你怎么知道你下一次是盈利还亏损呢 刚好下一次盈利的时候 你仓位特别小 或者下一次亏损的时候仓位又特别大 那你怎么控制风险 那这不叫控制风险 这还是赌博 对吧 那减少你成本 其中一个小贴士呢 就是你必须保证每个交易的风险是一致的 这才是最新 三个呢就是图表费用数据费用呢 当然rfx都完完全全提供给我们是免费的 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是第二点 交易员的商业计划是第二点减少你成本 第三点呢就是你选必须选择一个优秀的券商了 对吧 像我们rfx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券商 多种资产类别吧 刚才说你不能就盯着一个产品来做 把世界拖宽 因为一些 所谓的professional money吧 spot money呢 都是在不同的资产利别当中在游走每一年当中 那可能外汇市场动一段时间之后呢 哎又转到虚拟货币市场 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转到股票指数市场 股票指数转完之后就打大宗商品市场 所以你把你的交易投资分开 那你这样的话 你就更容易实现更为稳定的资金曲线 那全球 那你优势选择另外一个选择标准的 就是客服比较到位 不管是在线的还是电话 尤其是当你突然断网断电的时候 你能够电话连接上 这是最重要的 那一般也是24小时人工客服 这是肯定的 嗯点上窄金跟窄 RFX点上已经很窄了 所以这个问题不大 所以呢选择一个优秀券商 也是你对于好好去考虑吧 这就是商业教育的商业计划书 那第四点 那的话呢就选择最佳的交易市场 怎么叫最佳交易市场呢 也是给大家 选建议一些怎么选市场 首先第一个当然就热门的市场了 热门市场意味着什么流通性大 就交易的人多 交易的人多呢 自动自动 他成交量就大 成交量大就点差小 点差其实我们也是我们做交易当中一个成本 但是说了 我们交易 这种交易的话 使用一点重要一环就是减少交易成本嘛 那点差小了 这样我们交易成本就小了 那这样你获利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对吧 第二个呢就是找活跃的市场 减少滑点 滑点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在一些不活跃的市场啊 假如你准备买100股 ABC这些股票 那可能你就有50股在1块钱成交 有30股在1块1成交 有剩下20股在1块2成交 这个就叫做滑点 就你想要的价位 他可能不能够完全执行 所以尽量还是选择一些活跃的市场嘛 例如外汇市场 黄金白银石油啊 国标指数啊 这些都是特别活跃的 那像一些农产品啊 什么什么木材啊 泡白利啊 那些那就那就不略不算了 对吧 尽量别做那些 这是第二个选取标准 第三个就是啊 尽量做有趋势的市场 因为有趋势市场 本来市场你就告诉你一个方向性 那你顺着方向去做的话 你成功的概率自然就已经高了很多 对吧 那不是说盘整区间的市场不能做 盘整区间市场只要区间够大 你在短线时间推广里来看的话 那就是一个趋势市场 完全可以做的 尽量避免就是那种 又窄又没有方向性的那种 那种市场的金融不要碰了 因为专业教育员都对他没有兴趣 那你为什么你自己要把自己弄进去呢 对吧 这就是第四点 是我选了市场的一个标准吧 给他介绍一下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的有趋势的图表 这个有趋势吗 这个图表接回到刚才那一个 有趋势吗 不知道对吧 你说现在价格 你说他是要往下走呢 往下破呢 还是往上涨呢 完全不知道 那么因为他怎么完全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这个图表 所以我是不会做这个图表交易的 哦 那下一个呢 那这个图表呢 这个图表是不是漂亮很多 这是明显的下降趋势吗 对吧 那所以说我要交易这个产品的话 那我肯定是寻找做空的交易机会 但是有方向 不代表说我马上去做空啊 切实一点啊 这只是一个方向 你具体 入市啊 止损的目标价位 这个必须要根据你的 交易策略来进行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漂亮趋势 那当然我会选择这个图表 做交易 而不是之前的一个 对吧 那么绝对不代表说 我看到这样的图表 就直接去做空不是啊 那这个就是教育员商品计划书吧 怎么写 给他介绍了 那这个呢 那一样了 这个漂亮的上升趋势 当然了 我们就继续寻找做多了 是吗 什么时候做空 有朋友问 什么时候做空 当趋势反过来我就做空了 趋势反转是需要时间的 不是说一两天两三天就就结束了 不会的 是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第五点 商议员交易计划书第五点 就是经常我朋友问 1%的风险可以让你实现交易吗 那可以了 你想想一个月你挣1% 12个月就挣12% 那你这样12%的话 你营养充管多少 3%4% 那你已经永远比营养充管高很多了 对吧 所以不要贪 贪大 交易是以小博大 不是以大 来去博更大 不是 所以 1%风险就够了 其实我刚才也说过了 大部分的专业交易员机构 他们更小 0.5% 0.3%左右 更小 那交易员的商品计划书呢 基本就包括了 这没几点 好 那刚才所说了 商品计划书当中 或者第一个交易错误当中 最重要的环就是什么 技术交易策略 你没有策略的话 至少有一个 这样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个技术交易策略 好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技术分析 什么叫交易策略 两者有什么不同 传统意义上来说呢 技术分析就是交易当中的配料 什么意思呢 技术好像说你说 自己说做巧克力蛋糕 你得有水吧 有巧克力吧 有鸡蛋吧 有面粉吧 对吧 你不能说光用面粉来做巧克力 我光用巧克力来做这个巧克力蛋糕 不可能的 你得几个配料吧 但是我当我把这一些配料都放到你面前之后 你能把这个巧克力蛋糕做出来吗 那还是不行 对吧 为什么 你必须要知道步骤 步骤其实最重要的是食谱 食谱就是交易策略 就是把各种各样技术分析要素结合在一起 那就告诉你 第一步多少水都是吞多少面 到什么粘稠度 第二步拿出来 放到烤线里面烤多少分钟 第三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一步一步步骤 告诉你怎么把这个巧克力蛋糕做出来 这个就是交易策略 交易策略就是告诉你 检查图表12345点 是否满足了 因为如果都满足 我就下单去做交易 这样 好吧 这两者的区别 然后呢 值得学习就分析要素都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 买家还是买家控制市场 其实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们读图 或者说判断交易 无非就看谁在控制市场 对吧 那买家控制市场 我寻找买入的交易策略 因为是上升趋势 如果卖家在控制市场 我们就寻找做空的交易交易机会 因为他是卖家在控制市场 对吧 然后呢 这是整体环境的 整体图表 每一根柱子呢 同样我们要碰到判断 这根柱子到底是买家更强势一些呢 还是卖家更强势一些对吧 那这是这个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整体的市场是上升趋势呢 是下升趋势呢 还是说没有趋势呢 对吧 这都得要判断 这些是最为重要的技术分析 如果要用指标 你就必须要用领先指标 为什么 我们做交易的 不能用持质比指标 好像什么移动平均线交叉 那那都是持质比较 持质指标呢 就是确认 那价格真的开始往上涨了 那当你确认我在经常是不是有点太晚呢 所以说我们要做交易的话呢 就用一些领先指标来做 这样才行 然后呢交易策略 你就把上面所说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 就告诉你看图表 第一步我要找什么 第二步找什么 第三步找什么 那这些都满足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继续做交易了 是下单去做交易了 那这个交易策略呢 就是这些 然后呢 技术分析有很多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技术分析都有用 什么尖头尖双底双底啊 这些东西 十字型大铁锤啊这些东西 如果你没有能够搞懂 整体的方向性的话呢 那基本是没有用的 所以判断趋势才最终而违环 所以呢整个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动能交易策略 他所需要的技术分析要说第一个就是趋势 你得搞懂 现在市场是往上走 那往下走还是不才是震荡 你先搞懂趋势 趋势没搞懂 那就其他的那些东西都摆大 第二个呢就是支持位阻力位 你得搞懂支持位阻力位 什么叫真正支持位阻力位呢 平行加个水平线 动能突破吗 突破什么就突破这些支持位阻力位 然后呢就是第三个就是至少 什么叫可实现正面风险 回报说到底就是1比1 你至少风险一块钱 你能挣回来一块钱吧 对吧 第四个呢就是价格与指标的收敛 那这些呢我们通过简单进行分析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趋势 刚才说了 上升趋势 高点往上走低点往上走 这就是上升趋势 上升趋势告诉我现在 买家在控制上 所以说如果我要做交易的话 我会寻找买入的交易 这就是上升趋势 同样下降趋势 高点往下走低点往下走 这是下降趋势 告诉我我要做交易的话 我寻找做空的交易机会 直到这个趋势结束 这就这么捧乱 随便是真正支持位阻力位 价格从下往上测试 同一个价格水平 两次或者以上 形成了一条平行价格水平线 这个就是真正的阻力位 记得了是平线 平行线不是斜线 因为斜线是主观的 你怎么画我怎么画都不一样 但是平行线基本上是客观的 不同的人看同样一个价格水平 大致都能得出一个相对一致的结论 就是这个是一个阻力位 这是真正的阻力位 同样支持位就是从上往下测试 同一个交易水平 两次或者以上 形成了一条平行交易水平线 这个就是真正的支持位 那我们做交易 这个动能突破交易策略吧 突破就是什么 就是突破这些线作为交易 就是这么简单 那支持位阻力位的黄金法 则是什么呢 支持位被突破回来 被测试就变成阻力位 阻力位被突破回来变支持位 这有什么用呢 用来帮助我们去放止损 对吧 然后呢指标收链 什么意思呢 价格往上走 指标要往上走 前提是它在上升趋势当中 所以这些收链 收链 与背离也好 现在最重要一点 就是这个图要必须要有趋势 如果没有趋势 谈什么收链背离没有用 记得了 所以 收链的概念就是很简单 价格往上做新高 指标要往上做新高 那这就是看涨收链 看涨收链意味着 现在这趋势强 而有利 那我们继续可以考虑买入的交易机会 看涨收链一样反过来 价格往下走 对吧 指标往下走 价格 指标往下 价格往下走 指标也往下走 那这就是收链 那这样的话意味着现在下降趋势依然非常强 那我继续考虑做空 但不代表说现在马上做空 这只是告诉你现在趋势是强而有利的 所以这就是指标 价格趋势我只做向下突破支持位的卖出的交易 就这么简单 就顺趋势来做交易 止损 是在强而有利的价格行为 其实说就是在这个支持位阻力的后面 然后呢 当价格突破的时候 我们寻找跟指标的突破收链 就是说价格要突破嘛 突破就往上做新高 往上做新低嘛 我们就要看一下指标突破的时候 能不能也同时做新高新低 而且这个领先 这个收链呢是一个领先指标 因为你不用去看它是不是真突破的时候呢 真突破需要去做新高 你就也判断就可以了 那封面管理不会超过1%对吧 好简单一个实施债的例子 第一个有趋势吗 有啊对吧 右方你看 给大家画一下右方 高点高点低点低点 高点往下低点往下下降趋势 对吧 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是 什么趋势下降趋势对吧 有平行价格水平线吗 有啊你看 这不就平行价格水平线吗 对吧 收链吗 什么意思呢 你看 这里所说的价格要往下 把笔拿出来啊 价格要往下突破就新低 那指标你看 它价格还没有往下突破 指标已经开始往下破了 已经开始往下破了 所以MACD收链吗 收链啊 这就是突破的收链 就是看它价格往下突破的时候 它也没有跟着突破 或者已经开始突破了 MACDRSI收链吗 收链啊 只损人不要保护吗 只损人哪啊 设在之前这个重要的高点的位置 对吧 可以啊 为什么设在这里 就是说如果价格进场了 然后浮往一场向上 那基本上我这个下降趋势就结束了 对吧 那下降趋势结束我们就平场离场了 因为我们的前提假设条件是 它会延续现有的下降趋势吗 对吧 风险回报率有吗 因为至少我在下面没有看到什么大的支持围 对吧 那至少能到1比1 对吧 那只损在这个位置呢 第一个目标价位就是在下面这个位置 那没有问题啊 对吧 那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 下单是什么项 下单很简单 你来给大家介绍啊 下单换的话呢 你就找这个平行价格水平价 你叫J 然后先把之前的渠道 嗯 你就找这个 这个这三个低点 你找哪一个 读数最低的 然后挂单 突破这个低点一点或者两点以下 作为入市点 止损是在上面 就往这就可以了 就是入市跟止损 目标价位1比1 我说你1比2都可以 那一般我建议呢 就1比1先取一半的利润 然后到1比2 再1比3 好吧 那这个交易就这个样子 简单突破下来的就慢慢下到1比1的目标价位了 这三分三十分钟图的一个交易设例 第二个图同样你看一下这里有趋势吗 这个图表 有啊 对吧 什么趋势啊 向上趋势啊 对吧上升趋势啊 对吧平行价格水平价有吗 有啊 你看在这 收敛吗 对吧你看 指标 价格往上破 我看一下画一下 价格准备往上破 指标是不是平的 价格是平的 指标也是平的 甚至已经开始有点往上破了 那有时候你会看到就是价格往上出 那指标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也就是说价格往上破新高 他扑指标破不了上去做新高 那这样的话不代表说不会突破 我们做交易还是那句话概率吗 当指标收敛收敛时候 我们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那所以说 这也没问题 所以入市就同样找这个这个这个 这堆读数最高的一点一点 或者那一下作为入市 失损是要讲 目标价位1比11比2都可以 对吧 那这个就是 这个例子 好你看这个例子的最终结果 嗯一直往上冲 1比2的目标价位都有了 对吧 好 这个就是 今天的一个讲座内容 那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呢 给他介绍了 8个常见交易错误呢 然后如果是顶上一计划书 其中上一计划书中招的一环呢 就是你交易策略是怎么样的 今天就给他简单介绍 这个动能突破策略 以后我们还会详细展开讲 有专门讲座 再详细讲这个动能突破策略 所以大家还是继续关注我们 rfx的讲座就可以了 好吧 那就是今天的内容 那祝大家交易愉快 那我们 下次讲座再见了 下次见 拜拜